小游酷玩 然后这位置稍微往右侧看了眼 然后稍微小心一些 因为其实我现在手里拿着一个榴弹中武 用来对付他来说还是比较费劲 然后这位置先稍微把东西都捡起来之后 然后这位置一发直接打到 然后第二发也是直接打到了 这个榴弹中武的伤害非常高 基本上两发就可以将一个满血的直接带走 但是呢 他的问题还是在于本身比较难命中 然后只有五发子弹弹夹 让他的炮弹量稍微小了一些 但是他有一个很这个怎么说 很好用的很好用的这个效果 就是对面如果站在一起 你会给他们造成一个比较大的AOE伤害啊 这位置还是 这种武器还是大家玩这种四维四匹配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好用 在这种EVE的挑衅下呢 其实效果不是很明显 这位置呢也是看到两个人在打架 然后这位置点了他一枪没有点到 再点一枪又没点到 然后这屋子里有个人 然后这个人应该已经快给自己带走了 然后我点了他两枪之后呢 然后他他给这个 哎等会啊 这位置再点一枪再点一枪 然后比较难点了啊 然后这位置也是发现这个人好像跑毒 那你跑不过去了啊 所以说这位置点死了之后 我们也是赶紧走 不能让 这位置确实看到对面这个人了 然后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咋想的 到底是给了我一下啊 但是对于我的血量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这位置也是在持育跑途 我并不特别想理他 然后这位置呢 也是然后稍微剪一下这个 不知道是谁掉出来的这个 就是死了之后掉出来这个响子 然后剪完之后发现想的里有好多东西 其实这个位置啊 这个我也是看了两个人在底下打架 然后由于我站在这个上面 他们可能是没有太过于关注我 那这位置就不好意思了 这位置稍微一颗榴弹 然后榴弹完成之后呢 发现哎 后面好像有人在打我啊 然后这位置我也不是很着急 然后嗑了一下血样 嗑完之后呢 其实这两个人啊 我怎么说呢啊 这个有点虎啊 我这位置三颗榴弹给他带走 嗯 带走之后呢啊 由于我讲这个空中弹夹 其实现在这个子弹还是足够了啊 然后这位置我也是直接给下面这带走 带走之后呢 刚才他打的那位置明显是有人 然后上面有一个人在打我啊 然后我也没太确定这人到底在哪 呃 这人啊 看了啊 这个在左侧 但不要着急 这位置直接跟他对点啊 不要太过于慌啊 虽然说下面有个人 这位置给他点死之后呢 我的血量也是比较低了 然后他们不知道还跟谁跟谁在打架啊 然后我这位置 我也没有理他 我这位置先磕了一个鞋啊 因为我站在这个毒圈 哎 啊 这个位置有点难受啊 因为得跑毒了 我也不太想理他啊 啊 这位置终于来到决赛圈 现在剩三个人 然后这位置在远处也是看到一个人 直接给他点死 点死之后呢 我现在由于捡了很多次空头 然后也是杀了很多捡空头的人 我现在全身都是这个最高等级的 这个紫色的这个防菌啊 然后手里拿了一把西游不强 然后这位置我打算用手雷 结束这场无聊的战斗啊 这个位置三个手雷足够了 这位置还有一次 再见了兄弟 啊 这位置手雷还是准啊 请教我雷王啊 这个 以后就靠手雷杀人就可以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依然是这个量子特工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水游扣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水游扣玩的其他游戏评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